大家好,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青蘿蔔粉條餡的包子 牢記粉條別泡也別煮 不放肉吃著也特別的香,做法非常的簡單 個個都白白胖胖的,不塌陷不回縮,可好吃了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是怎麼做的吧 首先準備一塊豆腐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浸泡著備用,這樣可以去除豆腥味 接下來準備一個洗乾淨的青蘿蔔,把皮削掉 蘿蔔營養豐富,腸吃對身體特別的好 尤其是在冬天吃,蘿蔔削好皮之後,去掉頭尾 接著切成片 再切成條 最後切成小丁 切好後裝入盤中備用 接著準備兩個正宗的母雞蛋,打入碗中 加入一滴白粗去腥 再把它攪拌均勻 再把它攪散備用 接下來準備一把粉條 用剪刀剪成小段 粉條記得不要用開水泡 或者用水煮 今天的這個做法 比水煮比開水泡的都要好吃 全部煎好以後先放一旁備用 然後再準備一把洗乾淨的小蔥 把它切成蔥花 切好後裝入盤中 再準備兩頭大蒜 先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切好後裝入盤中 這個時候將浸泡好的豆腐取出來 放在碗上 先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條 最後切成小丁 切好後裝入碗中 加入一勺鹽入下底味 再把準備好的雞蛋液倒進去 攪拌均勻 使豆腐均勻的果凌一層雞蛋液 先放一旁配用 跟在鍋燒熱,倒入適量的油 把油溫燒至六成熱 放入筷子能夠起小泡泡 說明油溫已經可以了 再把粉條給它倒進去炸一炸 看特別的漂亮 一次性不要晃得太多 這樣炸的會更加的均勻 像這樣就可以了 空中撈出來裝入大碗中 然後用乾淨的給它敲碎 也不用敲的太脆了 像這種狀態就可以了 然後鍋中留少許的底油 把雞蛋豆腐倒進去 把它炒製成金黃色 再把青蘿蔔倒進去炒至蛋身 把蘿蔔炒一炒 這樣吃起來會更好吃 然後把蒜蔔倒進去炒至香味 再來調個味 加入適量的胡椒粉 一勺生抽 一勺香油 適量的鹽 再把粉條倒進去 翻炒至配菜入味 朋友們 視頻都看到這裡了 請用您發聲的小手給我點個贊 幫忙展發一下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非常的感謝 最後把蔥花加進去翻炒均勻 哇 好香啊 現在就聞到特別的香啊 蔥花一定要在出鍋的時候加 盛出來裝入碗中 接下來碗中加入三顆酵母粉 一勺白糖促進酵母發酵 一勺白醋 最後加入少許豬油 然後加入160毫升的溫水攪拌至化開 加白醋可以使麵膨脹 產生小氣泡 可以加快發酵的時間 加醋油可以使麵糰更加的光滑 蓬鬆軟 然後碗中倒入300克的麵粉 把調好的酵母水加進來和麵 邊加邊攪拌 先把酵母水調好 這樣和麵可以使麵發的更加的均勻 把它攪拌成自動麵絮狀 下手揉成麵團 剛開始揉麵很難揉光滑 把它移到案板上 蓋上大碗,靜置兩分鐘 這樣揉麵就很容易揉光滑了 把它揉成自動軟移光滑的麵團 不需要洗麵,直接搓成長條 再翻成大小均勻的小麵劑 取一個小麵劑 把它由外向內的揉一揉 整理成麵團 用手按扁,再用擀麵杖擀一擀 把它擀在中間後,邊緣薄了麵片 像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調好的餡料打進去,給它包起來 封口住捏緊實 像這樣一個包子小盛批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以後,把它放入蒸汽中 中間適當留一點空隙 能夠使包子有效的醒發 這樣就不會粘在一起 蓋上蓋子,醒發二分鐘左右 像這樣包子就醒發好了 感覺清飄飄的就可以了 然後鍋中加入清水 冷水上鍋蒸 這樣可以防止包子在沒有醒發好的情況下 水慢慢加熱的過程中 包子還可以繼續醒發 水開後蒸15分鐘 時間到了以後,關火燜3分鐘 再打開蓋子 每一罐都白白胖胖的 看著就非常的有食慾 看看就非常的鬆軟 不塌陷,不回縮 夾出來放入盤中 像這樣美美的就可以開吃了 這碗做出來的蘿蔔餡粉條包子 吃起來就特別的鬆軟 裡面滿滿的都是餡料 真的是太好吃了 咬一口滿腿香 一次性可以吃兩到三個 家人都特別喜歡吃 加粉條呢 可以吸了很重要的作用 既能增加香氣 也能吸收蔬菜裡面的水分 喜歡吃蔬菜包子的朋友 可以受傷起來試吃這個做法 保證你吃一次就會念念不忘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 如果我的視頻對您所幫助的話 請您給我點個贊吧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